謝謝 今天非常難得 三子再次合體 來自高雄的韓國瑜市長 聽到了市委 很多的內訊的心情 還有他的故事 所以今天市長馬不停停 從高雄來給鄭市委加油打氣 我們先給韓國瑜加油一下 韓國瑜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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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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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韓市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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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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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鄭市委 段總 先選立委 先選立委 明天比較重要 明天比較重要 大家聽我講一句話 安靜 來 正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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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我講一句話 對不起 選總統韓國瑜聽到了 正式委當選 韓國瑜才有可能選總統好不好 好 謝謝 各位敬愛的 各位敬愛的 各位敬愛的三重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正式委大選 再熱情一點啊 三重的鄉親朋友 大家好 各位三重鄉親 等一下重要事情跟大家報告 等一下我有這麼重要事情跟大家報告 今天我們最重要 三重地區 大家都非常喜歡 也非常器重 也這麼忙 我們明天就要投票的 登記第二號的正式委賢康禮 正式委加油 還有台中 專程趕來的我們盧秀燕盧市長 盧秀燕盧市長 盧秀燕盧 還有我們在台下 已經到了 我們新北市侯有儀侯市長 盧秀燕盧 還有我們最美麗的主持人 南投縣的許舒華 許委員 委員好 還有所有在座的里長 所有的會委員 所有的立法委員 所有的議員 永和地區 所有的立長 還有蔣萬安 每一個委員 每一個議員 所有大家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新聞界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哈囉 我給大家報告 本來今天晚上 我有重要事情報告 我跟這麼重要的事情報告 本來我今天晚上 是在台南 謝龍介 這個選舉前職業 可是呢下午我已經去過了 晚上我改來三點播 為什麼 我有重要事情 昨天市委最好的朋友 打電話給我 我一直沒有辦法決定行程 選前職業在三點播 還是在台南 我一直在想 這個鄭市委這個好朋友 告訴我 我們市委的爸爸 正在家戶病房 所以 這兩天 這兩天 可能就要把管 可是市委的爸爸 跟市委交代 一定要看到鄭市委 開票出來 選上立法委員 大家給他啪啪結好不好 市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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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三重的鄉親 還有我們三條母鄉親 所以鄭市委 身上背負著三重鄉親的愛護 背負著整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 他掌心的政治形態 以及背負著他自己家人對他的愛 我們幫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市委加油 市委加油 一個父親 市委 對小孩子的恩忙 期待 絕對不把管 就在家戶病房 很痛苦的熬著 熬什麼 要看到自己的兒子 正式為出人頭地 代表三重鄉親 進到立法院 各位鄉親 我們再一次鼓掌好不好 市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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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三重鄉親 我以前在台北館選立法委員 我們山中部 這麼多住的婚姻館的鄉親 都外島 島島島島島島 我婚姻鄉親在這裡住 幾十萬人在台北館 非常感謝 所以今天我來這裡 要拜託我們三重鄉親 過去這麼愛護我 還有我們這麼多婚姻鄉親 這次一定要拜託 支持一下我們鄭市委 我們給了民進黨這麼多的機會 這麼多年來 從三重市市長 我們陳景峻 從三重的審議員陳兆朗 到立法委員陳兆朗 到三重地區這麼多議員 這麼多議長 我們三重鄉親 給了民進黨這麼多的機會 我們三重鄉親 一直給民進黨機會 但是 中央到地方執政 這三年來 人民過得快樂嗎 不快樂 人民過得有希望嗎 沒有 我們的下一代 看得到光明的未來嗎 看不到 所以這次 鄭市委代表我們三重鄉親 大家手上神聖的一票 一定要團結支持鄭市委 鄭市委 只有做十個月的立委 就要改選 現在補算 只有十個月 但是這十個月重要在哪裡 重要是告訴民進黨 你的執政不夠用心 你沒有好好為台灣人民來打拼 所以我們這一票 要投鄭市委 對不對 對 鄭市委 得到三重鄉親的提堂 進到立法院 代表我們台灣人民 已經完全覺醒 三重鄉親 絕對不會被任何政黨 永遠的綁架 對不對 對 集中選票 各位三三重鄉親 把選票集中起來 全力支持二號鄭市委 代表我們三重鄉親 完全覺醒 代表台灣人民覺醒 凡是鬼混的政黨 都要下台 鬼混的民意代表 都要下台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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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支持鄭市委 給鄭市委一個機會 不要讓鄭市委爸爸 在醫院加護病房 繼續的痛苦的等待 讓鄭市委成功 讓三重成功 讓台灣成功 讓中華民國成功 拜託大家 謝謝 鄭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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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什麼時候看過立委補選 有這種場面 我沒看過 沒有這種場面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做得太爛 我回應王世堅議員就是說 我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我從來沒有說 他如果當選就馬上好 立刻好 那是變魔術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現在的這些土包子們 大家韓本們 是你不可以選 因為大家就了解 韓國瑜在國民黨 王世堅講得沒錯 他沒有班底 他沒有派系 他沒有什麼夕陽太陽什麼 都沒有 他就是這個孤狼老人 過年去孤雄損掉 所以韓本如果散了 韓流就沒了 韓國瑜就倒了 就這麼簡單 你不可以他 我講這個選舉要看選票 所以我不跟王世堅議員辯論 因為我已經性情大變了 明年總統大選完 因為觀眾朋友要了解 王議員一席 忠貞的民進黨黨員 他一定要幫黨辯護 他怎麼可能講說 可能韓國瑜會贏 我們蔡總統會贏 這個話他講不出來 我也不跟他討論 就明年的開票結果 我希望就能 王議員就是 美澳他一定 他難為也為難 我不跟他一般見識 但是選票來做答案 搞不好是我錯了 搞不好明年蔡總統連任了 我來跟王世堅議員道歉 我很樂意 只要發現有韓國瑜的場合 下面就是總統好 韓總統 選總統 在台南如此 在三重也是一樣 這沒有變 那表示什麼 我說我剛剛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不叫民調 這叫民心跟民意 所以剛剛世堅兄說 勝之不武 我覺得很好 我手上有一張S 這吳敦毅主席講 我有S我就打出來 我打這張牌我就贏了 為什麼不打 一定贏的牌都會C 我S牽出來就贏 世堅也是希望打出S 他講是這樣講 可是他認為蔡總統會贏 我是不相信 所以我也意思 他有說過蔡總統會贏嗎 對 他認為蔡總統會贏 對 我都有策錄 我的意思說 你看明天立委補選的結果 蔡總統會怎麼解讀 如果照王世堅預測的2比1 我兩席守住了 黃偉哲的票倡守住了 高志鵬貪污被抓去關的 我也守住了 我有什麼好檢討 所以蔡英文路線 贏過韓國瑜路線 我2比2 所以蔡總統他覺得無所謂 可是如果照我跟議劃委員 還有委漢預測的4比0的話 蔡總統那就是已經攤牌了 所以我這邊我要講一下 這個國民黨的太陽 如果你去看韓國瑜的場子 然後你還想領表去登記的話 那我勸你再想一想 你看那些東西都不是 都是自動自發來的 包括我們現在聊天室 4萬多個土包子 他們挺韓國瑜有什麼 我很感謝主持人邀請我來 因為我還可以拚個經濟 可是現在在聊天室的朋友 他們沒有拿到錢 他們要上網 還要去挺韓國瑜 他們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韓國瑜講 要改變 要過好日子 這個民意跟民進 這麼顯的時候 你這些國民黨的夕陽 我一定不講太陽的夕陽 你看大家都叫韓國瑜選總統 明天過後可能都是夕陽 我去掃街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人叫我選總統 那你還要選嗎 不要啦 要知難而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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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